大家好,我是Coco 关注两性情感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人一旦有了离婚的念头,真正想离婚的三个表现 婚姻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有很多的夫妻都在婚姻的考验中坚持了下来 和自己的另一半度过了一生的时光 也有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 心中间就觉得两个人不合适就会想着离婚 而人一旦有了离婚的念头,那就是不可逆转的 第一就是想着法的挑你的错处 当对方想和你离婚的时候就说明对方已经不喜欢你了 当一个人不喜欢你的时候呢,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即使是你在对方的旁边连呼吸都是错的 所以对方会想着法的挑你的错处 鸡蛋里挑骨头 总之就是看你哪哪都不顺眼 第二就是不跟你同房 还有就是和你分房睡觉 当一个人不喜欢你的时候自然就是不会愿意让你碰他的 所以才会提出和你分开房间睡觉了 不管你想什么样的办法找什么样的理由 对方都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和你一个房间睡觉 或者不让你碰他 第三就是拒绝和你沟通 沟通可以说是维持两个人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当对方不喜欢你的时候呢,自然就是不愿意和你沟通 因为不喜欢你 所以不想知道你内心的一个想法 也不想让你知道他内心的一个想法 即使是你主动的想和对方沟通 对方也会不领情的 当一个人有了离婚的念头啊 说明你们的婚烟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 对方想要离婚的时候肯定是已经不喜欢你了 所以你也不喜欢对方的话 那就痛痛快快的分了吧 再继续下去呢 痛苦的也是你们两个人 当你还喜欢对方的时候 那就赶紧的去挽回对方 也许呢还有一点挽回的机会 只要你试一试 你够诚心 也是可以成功挽回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对本期的话题有任何好的意见 期待你的留言分享 同时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